第一個 如果你要插入孫兒分析表 記得游標就放在這個範圍的其中一個儲存 你記得不要放在外面 放外面它一定抓不到 有沒有 你會發現這空的按確定 它一定會出現參照來源無效 為什麼 因為它抓不到 你只要放這個範圍 它會自己幫你把它擴展到外面 所以你會發現 它會去追蹤左上跟右下的位置 所以你插入孫兒分析表 你看一下 它這邊會自動抓到AE 因為我又插入H 所以你會發現它本來F 它會自己抓到H 那列數的話 3887好像沒錯 可是如果你現在來發現 好像有錯的話 那你就把它修正一下 所以第一個資料來源先選一下 按確定 我希望統計各區的佔比情況的話 那以往怎麼做 以往一樣 我要先知道總共有幾區有沒有 然後再算一下各區的數量 可是這個事情的話很麻煩 最簡單的方法 你剛才插入孫兒分析表 最簡單 按確定 好 再來的話呢 請你把什麼 把區有沒有 拖拉到一樣 拖拉到列 然後再把區拖拉到直 然後再把區拖拉到直 有沒有發現 馬上呢 就可以告訴你 結果啦 那你第一個拖拉到列的時候 它會先幫你移除重複的這個區有沒有 留下就12區啦 算應該是12區沒錯喔 然後呢 再來第二個拖拉的動作呢 基本上呢就是幫你算什麼 總共有幾個 那因為呢 你拖拉進來的資料 什麼什麼區 基本上它是文字 所以文字的話呢 它會自動幫你算那個數量 所以算完之後的話 你可以看到 看起來好像最多的應該是 中山區 它是491個 那萬華區的話呢 好像不是排 好像第二次應該是40吧 464 然後萬華好像排第三吧 因為四開頭的好像就只有三個 可是你說 那這樣好像它的順序 不是我想看到的 它好像是按照 這個A欄的那個筆劃排序吧 有沒有 它好像40123 好像會按照筆劃排的 萬華區的萬華最多筆 所以如果你說 老師我不要按照那個筆劃排序 我希望按照那個什麼 數量排序 也就是說呢 我希望那個區 哪一區的數量最多的 幫我排前面 少的排下面 那這個時候該怎麼做 這邊注意喔 1請你把游標 要記得喔 停在B4上 不要停在別的地方 就是B4就對了 2的話呢 請你找到資料裡面 資料裡面有一個叫Z到A Z到A就是由大到小 記得喔 資料裡面Z到A 點一下 那你會發現 它馬上呢 就幫你做排序了 就這麼簡單 記得喔 那相反啦 如果你要由小到大 那就A到D 所以記得喔 如果你要 樞紐分小排序喔 第一步請 特別注意喔 游標請你放在B4上 OK 那你說老師我放別的地方不行嗎 你試試看好了 別的地方有的會出錯 反正我就Follow這個原理 反正每一次我就很直覺 我就放B4 就不會出錯了 OK 至於你說放別的地方會出錯 你試試看 OK 然後 再來第二個就是資料裡面 找到那個什麼 Z到A 這樣就OK了 所以有些動作其實還滿直覺的 反正你做手我就覺得其實沒什麼 OK 好 那我們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把這個治安最差的區 就排在前面了 那當然反之的話呢 就排在最下面 所以你會發現 數量最少的就大同區 OK 所以大同區的總建數只有210 還不到中山區的一半 所以為什麼這麼少 中山區 中山區感覺好像也是老老舅舅 應該是大稻埕那邊就大同區 感覺好像跟萬華區 又沒有那麼的老舊 可是好像有那個相似之處 可是為什麼他的治安總是會比較好一些 我想你們自己去走走看 應該就比較有感覺 我發現好像大稻埕那邊 彼此都互相認識 他們好像有一個什麼區域的一個協會之類的吧 我在想會不會有關係 彼此之間有認識 互相只要有一些風吹草動就通知你一下 會不會對治安相對會比較好一些些 OK 好 那我們假設已經做完之後的話 那希望可以再畫個圖的話 畫圖我剛剛講過 那因為我希望畫的是一個比例圖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 比例圖的話呢 當然有兩個方法 一樣嘛 你可以從樞紐分析表的分析 找到圓形圖 或者是說你可以從插入裡面有沒有一個圓形圖 你要看哪一種圓形圖 OK 平面的這邊就OK 那我想我習慣還是從這邊 樞紐分析表分析裡面的樞紐分析圖 然後你就找到圓形圖 那它有平面的跟立體的 不過平面跟立體好像 好像立體的花俏一點 可是好像沒有實質的效益 我看啦 不然你們自己選 如果你喜歡立體你就選立體 你喜歡平面 那我比較樸素一點 我就選那個2D的就好了 OK 慢慢確定 好 那一樣喔 幫我把這個範圍移到D2到M20好了 範圍都差不多 放在這個範圍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就把這個表格放這邊之後的話 那最後的話呢 我就把C欄把它調小好了 這樣比較接近 OK 等於是這個樞紐分析表 跟這個圖喔 中間隔一個C欄 然後得到一個比例圖 OK 那最後當然一樣喔 我希望呢 這邊名稱改一下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各區比例圖 各區比例圖 那一樣喔 把字打上去之後的話 然後呢 把這個框框點一下 字的顏色改成紅色 一樣喔 或者你改別顏色也OK啦 然後初體字 大小大概就18好了 反正差不多 我就用一個固定的規則 可是呢 這個名稱一樣 所以底下的工作表名稱 Ctrl C 那一樣幫我把這個名稱 改在這裡 OK 好 所以 等於是 我也增加了一個叫 各區比例圖 的一個工作表 裡面放一個表 跟一個圖 那最後的話 有一個地方 你說 老師好像 雖然是很OK 可是 有一點麻煩耶 我真的看不出來 到底 這區是哪一區 除非我把游標放在上方 它會顯示是中山區 那這一區呢 叫士林區 有沒有 這一區叫 那麻煩耶 我這樣實在 如果假如我列印出來 或我把它放PPT上面 那誰會知道是哪一區 OK 所以呢 如果最後你希望上方 能夠顯示哪一區 跟比例的話 怎麼辦 很簡單 有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請你在這個圓形圖上按右鍵 然後呢 找到有一個要資料 新增資料標籤的選項 那資料標籤它提供兩種方式 一個是資料標籤 一個是圖說文字 那當然兩個方法 你們都可以試看 我是推薦 你可以用圖說文字 因為最簡單 但是圖說文字的話 舊的版本沒有 我記得好像2013以前的沒有 所以 還有MAC上的版本好像也沒有 OK 所以呢 如果有 那你就用這一個 它的好處呢 點選之後呢 馬上解決你的問題 有沒有 直接出現哪一區 然後呢 百分比馬上顯示出來 OK 可是呢 有同學說 可是我的版本剛好沒有怎麼辦 沒有你就不能用了 所以感受利益 所以喔 如果你有 那你就用圖說文字 如果沒有的話 你就新增標籤好了 那可是新增資料標籤喔 結果會讓人家很失望 老師 老師 有出現了 但是問題是他給這個 不是我要的耶 我希望他幫我顯示的是 哪一區的百分比 可是他顯示的是哪一區 沒有哪一區耶 只有數量耶 491 怎麼辦 我跟各位講喔 改就好了嘛 但是比較麻煩 不好改 不過也不難 記得喔 你先按右鍵 新增資料標籤 請你在這個數字上方 先點一下 左鍵 再點右鍵 所以先左一下 再右一下 它會出現有個叫 資料標籤格式的設定 所以就要點一下數字 再點左鍵 有個清單有沒有 請你選擇資料標籤格式 這個時候各位有沒有發現喔 在你的右手邊 會出現設定的這個選項 那很簡單 請你改一下 這個上面的數字就直啊 可是你要改成什麼 改成這個名稱對不對 所以很簡單 把這個打勾取消 改成類別名稱 類別名稱就是它的區 百分比就是你要想要 看到的百分比 這樣就OK了 所以喔 按右鍵之後 找到那個資料標籤格式 然後把這個類別名稱打勾 有沒有出現了 然後指打勾取消 再把百分比打勾 這樣不就有了 OK有沒有 中山區13% 四林區12% 有沒有都出現了 可是這一區怪怪的 這個是什麼 哇 因為它是深藍色 它的字是黑色 所以完全看不太出來 喔有啦 中正區 但這個實在是很不OK耶 所以喔 請各位注意一下喔 最後你可能要希望把這個位置 往外調 有沒有這樣往外調 那問題你說 我是往慢慢調麻煩耶 對 有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喔 你直接怎麼樣 把它砍觸一下 在選舉狀態喔 剛剛打勾這兩個之後 有沒有 百分比也打勾喔 然後呢 請你往下移動 也一樣在資料標籤格式的下方 這邊有要標籤位置有沒有 它目前是自動調整 請你改成叫中點外側就可以了 有沒有 這樣就OK了 所以喔 其實你只要功能找得到 都可以設定出來 就怕你找不到而已啦 OK喔 跟各位講 好像為什麼我都知道這些 因為正道考試都會考這些 他就給你一個題目 請你把它做出來 一模一樣 那你要知道功能藏在哪裡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那很抱歉 你一定考不過 OK喔 不過工作裡面其實就是要你做出這些東西 你做不出來 那當然你的老闆一定是 對你一定是很質疑你的專業 很簡單嗎 你怎麼做不出來 我就是要這個東西你給我一下 你做不出來那就不OK了 所以記得喔 就是打勾這個 類別名稱跟百分比 然後把位置改成中點外側 最後呢再點空白處一下 它就OK了 這個 右邊這個頁面就可以把它關閉了 因為它就不需要了 你說老師那我剛剛suna分析表不見 沒關係 點一下suna 點表格 這suna沒有出現了 OK 好啦 所以記得喔 剛剛的動作 就是 點這個按右鍵 這個叫資料表現格式 這個就出現了 把這些設定一下 不過啦 如果你已經有圖書文字 當然最簡單 好 那最後的話呢 還有一個地方 我可能需要凸顯 凸顯什麼 凸顯中山區 那怎麼把它凸顯出來 就是所謂的把它炸開 炸開不是說把它炸掉 因為英文的意思就是expulsion 就是炸開的意思 所以直接翻譯就炸開 所謂的炸開是直接怎麼樣 把這一塊往外推的 這應該不能叫炸開 炸開感覺會誤解 這個應該叫什麼 把這一個區塊的 散開 散開喔 散開 好像也有點對 好像又有點不太對 好啦 反正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把這一塊 好啦 就是這個意思就對了 我實在沒辦法用那個 比較精確的語言去描述 所以如果你假設 希望把中山區這一塊 這一塊餅嗎 好啦 把它往外拉的話 那有個簡單的方法 記得喔 我操作也是 一先點選全部 有沒有 有發現這個端點都有 二再點選這一區 有沒有 這一區目前三個端點 三在按住不要放往外推 這樣就有了 OK 那就會呈現像這樣的一個狀態 所以這應該分開吧 不用想太複雜 真的就是分開而已 把中山區這個區塊 這個叫區塊好了 把它分開 OK 或者叫獨立 不行 這個詞太敏感了 OK 那這不叫統一嗎 這叫獨立 好 這個太敏感了 OK 我只是描述 OK 所以把中山區 把它分開就好了 應該這個簡單就好了 分開 OK 那不過英文意思叫expulsion 是炸開 OK 所以 你們以後看到 有些英文名稱 專有名詞 你也不要覺得很奇怪 他就是這樣的表示方法 OK 那最後的話呢 就做出所謂的各區比例圖 OK 所以一個嘛 兩個 蠻清楚的啦 不過啦 這個其實這個統計 有一個可能比較不足的地方 就是 除了看 它的切到比例之外 應該還要再把 各區的人口數量 也要加進來 這樣才合理 有的大區 有的小區嘛 所以如果大區 切到案件應該就會 稀釋了嘛 就看起來沒那麼多 所以啦 之前有同學說 是你應該要再把各區的人口 加到裡面統計 我說我們沒有要那麼複雜 如果你假設你有心 想要做得更精確的話 那你自己再去做好了 我們主要是要呈現出 如何利用樞紐分析表 跟樞紐分析圖 這樣的工具 使用它去幫我分析出 一個我想知道的一個結果 OK 這樣就夠了啦 至於如果你想要去呈現 更複雜的內容的話 那歡迎你自己再去把它完成 OK 試一下 那最後呢 今天還有一個最難的 重頭戲 就是路接到 那其實你可以想像成 就是上個禮拜的那個 題目的那個衍生 只是它的難度是說 它的前面這個字 你可以想成錢瓜糊 那它後面這個字 路接到這個字呢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後瓜糊 那因為接這個字 它的位置有沒有 或者路的位置喔 不像這個後瓜糊 是向右退的一個位置 所以之前有減一有沒有 那現在不用減一 所以如果假設你知道這個位置 你就把這個位置 減掉這個位置的話 那就知道有幾個字了 光想就很麻煩 很難 它問題如果將來呢 遇到這樣的問題 你沒有辦法想出 對應的公式的話 那你就是很麻煩 麻煩的就是你了 有沒有 所以你希望前面麻煩 還是後面麻煩 我想應該你要是我啦 我一定會想把公式寫出來 都OK了 那可是你說 這個問題實在有點複雜怎麼辦 其實有翹一筆利真的可以幫上嗎 所以其實你們可以試試看 只是說你說老師 這怎麼描述啊 這有點太 我是建議喔 你可以分階段描述 你可以先讓它完成第一階段 再完成第二階段 你把幾個階段的結果 把它湊在一起 答案應該就可以出來 試試看好不好 所以路階道 反正就把它取過來就對了 試一下喔